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叔亮哥 现在如果说以女子三米版跳水 想必很多人都会提到 郭晶晶和吴敏侠 不过在他们早之前 也有一位传奇的跳水女皇 就是这位 她叫高敏 高敏成获的巴赛罗纳奥运会 女子三米版金牌等等 高敏职业生涯 共掌获了72枚的国际大赛金牌 高敏也创造了 在职业大赛中 七年不败的神话 可以说统治力 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这道 今天给大伙介绍 一场高敏创历史的赛事 那就是在1988年 进行的汉城奥运会 女子三米版决赛的比赛 本场比赛 高敏的最大金牌对手 就是来自我国的李清 和来自美国的麦考米克 本场比赛的时候 高敏年也才只有18岁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 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开之后 李清前三跳完成的相当不错 处在第一的位置 而高敏似乎有点慢乐 前三跳结束 只排在第三的位置 在第四跳的时候 李清再次出售完成 得到了50.40分 继续占据第一的位置 而高敏在第四跳的时候 终于饱滑了 这一跳高敏得到了51.66分的高峰 排名三升到第二位 因为早之前的比赛 都是每人要完成10轮的动作 相比现在的女子跳水 多了整整一倍 前五轮结束 李清占据第一位 而高敏占据第二位 麦考米克处在第三位 在第六条中 麦考米克也有着非常不熟的表现 这一跳麦考米克 得到了63.99分的高峰 而李清在第六跳的时候 出现了绿水雪花并没有收出的情况 这一跳李清得到了51.03分 排名下滑到第二位 结果高敏在第六跳的时候 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 这一跳不管是空中姿态 还是绿水 高敏都做得非常到位 这一跳高敏得到了62.64分的高峰 逆转战机第一的位置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在第七跳中 高敏暂时惊艳全场 这一跳高敏得到了68.88分的高峰 继续领跑 在第八跳中 李清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这一跳李清得到了60.48分 但高敏的表现才刚刚开始 在第八跳中 高敏再次征服全场 这一跳高敏得到了70.56分的高峰 继续鼓舞自己第一的位置 在第九跳中 高敏再次惊艳全场 这一跳高敏上演了水花消失数 这一跳高敏得到了72.90分的高峰 由两位裁判 忍不住打出了9.5分的高峰 这在当时 也相当于现在的满分顿作了 本场比赛最精彩的一跳 莫过于高敏的最后一跳 这一跳高敏高之俩完成 得到了77.43分的全场最高峰 最中高敏以主封580.23分无血量夺冠 而离青获得亚军 因为高敏的出色表现 也让老外们都看激动了 一个个过来拥抱祝贺 而高敏这枚宝贵的金牌 也是中国队在奥运会历史上 夺得的第一枚跳板金牌 高敏也创造了历史 就在满场比赛不久后 高敏就成为了世界上 第一位突破600分的女子跳板选手 高敏也创造了那个时候 属于自己的高敏时代 只能说高敏真是好样道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见你这次由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